同樣也是來自日本 異季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的京都 異季有專業而且嚴謹的藝術養成教育 在宴席上唱歌跳舞是日本重要的傳統藝術文化 二十世紀初 東京還有一千多名異季 現在東京年紀最大的異季已經九十一歲了 但他還是每天早起練習 每個月平均有二十場的演出 他說一直到他過世為止 他都會是一名異季 穿著和服 熟練彈奏日本傳統樂器三位賢 他是東京最老的異季 淺草幽子 今年已經九十一歲 但還是每天一早就起床 整理服裝 練習演出 千草幽子小時候看了異季的電影後就決定投身這個行業 十六歲正式成為一個異季轉眼間就七十五個年頭 即使九十一歲了 每個月還是有將近二十場的演出 異季是日本傳統文化 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他在宴席上跳舞 唱歌 祝信 社會地位相對來說較一般婦女高 二十世紀初 東京有超過一千名的異季 隨著時代轉變漸漸沒落 現在僅剩下兩百一十六名 前草幽子當了一輩子的異季 也保留下日本的傳統文化 旨呂 旨呂 旨呂